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出来了 我刚才忙点别的事 就想把整个这个事就给腾出来 功夫给腾出来 所有真相披露出来 真相披露出来之后 这事麻烦了 这事麻烦在哪 两起炸弹一起在机场门口 另外一起在美国人居住的地方 那截止到现在知道 有两个说法 炸死了13个美国军人 有说12个 有说13个 那12个是海军陆战队的官员 这个军人 另外一个是海军军官 那这个事 这个事就大 这个事完全就大 那今天就 拜登政府的脸面 就是消失以紧 这个丢人就丢大 这个丢人就大 那到后来算起来呢 大概阿富汗人死了60多个 伤了150多个 那再多的细节 基本上没有了 那个埃塞斯 埃塞斯自己宣布 是他们干的 所以他这个埃塞斯呢 就是在阿富汗的分支机构 那这跟人家 就是埃塞斯说到做到 在两天前 他们说要策划报复 结果两天之后 他们确实策划报复 所以这个事就变成了一个 非常非常的东西了 那在他宣布之后呢 最新的消息是 法国把他大使馆 也搬到了机场 那各盟国竭尽全力往回撤 那美国呢 也没有 美国没有任何停止撤退的 这个迹象 他竭尽全力撤 那拜登讲 他发誓 要对他们进行报复 但是呢 在下午新闻发布会上呢 可以看出来他 他遭受 就是拜登遭受打击太大 那这一种打击 对美国来讲 是致命的 这是我们跟大家介绍 这是美国精神衰败的 真正的结果 那你可以说叫 乌楼又逢连一语 对吧 放屁砖砸脚后跟 喝水 喝凉水都塞牙 其实这是指 一个就是整个美国社会 美国政府 在去从去年大选延伸过来之后 他没人说要精气神的话 他连精都没了 上哪来的神 他的神气没了 神气没了 那他在这个背景之下 他就全完了 所以这是我们一直跟大家解释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 我个人的第一个反应 就是美国人 美国人 他的大批部队 是否能够返回阿富汗 拜登的陈述比较简单 拜登的陈述说 我一定告诉我们的军事指挥官 对对ISIS的这个 他叫K集团 ISIS的K集团呢 必须采取精准的致命的打击 这些话都是让我说北京话 就放他个驴儿皮 你说那个没用 一点用都没有 这个东西 我给你做个对比 在安提法去年袭击了 这个白宫旁边那个小教堂之后 你看川普 川普带着他所有那个 突然走出了白宫 直接到了小教堂 那就是这些左派势力去嘲讽他 可是川普的精神 如果今天川普在的话 川普在川普遇不到这种事情 如果川普在 川普遇不到这种事情的意思就是 塔利班也好 安提法 这个内娜也好 不敢跟他干 敢跟川普干的 就是这些左派势力 在法律的框架下 在人权的框架下 但是真正邪恶的 没有人敢跟他干 如果他真的赶上这种事情的话 今天川普敢直接飞到阿富汗 你今天拜登如果现在 飞到坎布尔你试试 那立刻就不一样 那美国人可能 政治势力会说 你作为美国总统 你不能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 还有副总统 哪个精神 这是美国精神 这是人的精神 这是正义的精神 不是你那所谓的 这种科学的论断跟说法 所以精英者都是 胆小的欺诈者 对吧 用精准的一定的 非定的 三定的 五个定 都没有用的 你现在 现在如果 在立刻增派军队进入坎布尔 进入三个师 去他五万人 把原来的 原来的这个军事基地给他拿回来 你看什么呀 但他不敢 他要完成撤军的任务 支持他关键的存在 所以这也就是今天 在美国大选之后 以这样的方式 成为了美国总统 成为了美国政府 他注定要遭到的命运 这是我一再跟大家 一再一再跟大家解释 那现在的问题 就是重新树立美国精神 全世界的盟国肯定都在谴责他 那而今天美国的政坛从上之下 美国的新闻界从上之下 在谴责拜登 在谴责拜登 拜登根本无处可逃 这一点 这个就 就一点招都没了 所以 即使你今天让他下台 副总统上来 谁上来 都要重述美国精神 这是美国精神没了 美国的魂没有了 魂魄没有了 才会出现这样的伤害 对吧 那你怎么可能在CIA 和这个英国的 军事情报机构都知道 恐怖袭击会出现 那你自己的军人 在机场的自己的军人 坐在自己的门口上 为什么被人给炸死了 那你是什么军人呢 那这就是 你去保护自己国民的军人 对吧 这是一个非常 就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 就是说 我想不出来他 要如何重述美国精神 如何在阿富汗产生 震慑力量 如何在盟国期间 盟国的周围 能够展现出他的力度 我能够想到 就是派军人回去 但现在看 几乎不太可能 几乎不太可能 就是说 如果他现在有可能 对吧 现在他能知道的话 美国精神可以在 那航空母舰群 都在那边 他可以有第一时间 要对坎布尔做出反应 你哪么找到一个空房子 你炸他一桶都成 你得表示出姿态来 几个小时 炸了一天过去 他连姿态都没有 这个时间点 塔利班阿富汗天都快亮了 他要有立刻的军事行动出来 如果没有立刻的军事行动 那你只能说 美国的军事情报系统 根本到现在挨打完之后 透过了一天的时间 他没反应过来 那些人在哪 他不知道 对不对 那你终归有几千军人在当地 而你在整个波斯湾地区 就在亚洲地区 你的航空母舰群 常住在那里 一个航空母舰上的 有十八千人到一万人 你作为这种 美国整个国家的概念 在全球的范围内 丢人现眼之后 你要找回你的荣誉了 没有看到 到现在没有 所以我说的意思 如果拜登在的话 如果川普在的话 他可能现在直接飞到看本 他飞到看本 做一番讲话 再揍就行了 就全震住了 那军人士气 美国人的那种 自我的骄傲 跟这种 国民的力量 跟精神就全在 但拜登不具备 拜登不具备 所以他就讲了这一番话 那共和党人 就是几乎 太多的人 在要求他辞职了 已经开始要求他 因为美国不能死人 就怕死人 但更何况死的 直接人家炸死你 是你在现场保卫别人的军人 这是不可能的 但他发生了 所以 而在记者会上 有另外一件事情 我们就 我尽可能的 结合成一个一个主题 跟大家说了 他召开记者会的时候 他上来 因为这个 他必须召开记者会 他上来拿出一个条 他说他们给了我一个条 他们给了我一个条 我要去询问哪些记者 第一个挑的是NBC 这个是不可能的 谁是他们 你是美国的总统 你是谁的木偶 谁对你垂帘听证 你要去回答 在全国人民 全世界人民面前 你说他们给了我一个纸条 让我去问哪些记者 其他记者不能问 这是不可能的 这是今天美国衰败到这个程度 美国衰败到这个程度 就像人大会堂开会 对不对 那中央电视台 不是这个叫什么 人大委员会开会的时候 那有个记者条 张三李四网五合六 对不对 谁能问谁不能问 这是美国 那你拜登遇到这么大的事情 你要对国民负责 你要对所有的盟国负责 你对这世界上 所有正义的人负责 结果你拿出一条来说 他们给了我条 我要问哪几个记者 所以那美国白宫是什么 今天的美国总统是谁的傀儡 今天的美国总统是谁的傀儡 谁在指挥着拜登 去做这种事情 如果作为回答记者的话 都是有一个纸条 问谁和不问谁是被指定的话 那你今天拜登做的所有的决定 是谁在指使你 他今天是公开说的 他也公开承认了 有这么个东西 那在这种危难的时刻呢 那只能说拜登摆出的姿态呢 是会被任何正常任何正常的政治势力 政客国民或者媒体 或者任何一个在这个时事评论的角度来讲 都不能接受的表达 但很显然 他的精神受不了了 我以为很显然 他的精神受不了了 他很难承受这一份压力 那如果他是被安排的话 也就是说背后的人 就是在他背后的人 故意要给他 就是毫无怜悯的 冷血的 至他于非常残酷的地方 所以你要记录 拜登是一个傀儡 他今天承认了 而他傀儡的概念呢 他的范围呢 远远超过我们现在眼睛看到的 甚至在阿富汗的撤军行为的本身 背后可能同样是傀儡 那美国 美国今天的美国总统 透过美国大选 结果出了这么一个傀儡 而参与其中的 包括今天的主流媒体 今天的主流社会 所谓的主流社会 今天的社交媒体 今天的左派政治家 今天的所有这些 政治文化经济 伦理 社会 你都可以算在一起的 凡是支持拜登的人 那你是被傀儡的 你还是傀儡的本身 你还是支配傀儡的一部分 对每一个人 其实都是一个答复 因为当你们去支持拜登的时候 是什么样的力量 当你们是为了 因为憎恨 就是你非常恨川普 川普的做法 就像我说 那都是屁打头了 精英就是屁打头了 那你憎恶这种说法 你接受不了 对吧 因为你当你去不接受的时候 你就是个屁打头了 你以这样的愤恨 置川普于死地 从而出现这种场面 结果你却是一个被利用的人 你是一个被利用的势力 因为你选上来的拜登 是一个被垂帘听证 一个被在地下实力任意拨动 奥巴马自己讲过 他穿着运动装 在地下实里 拨动着今天的白宫 他觉得很有意思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听优优独播剧场——